把它复制 然后直接在下面的地方再把它贴上去 把它贴上去 贴到这边好了 我要放到两倍 变成隔壁这一个 在下面这边练习好了 点一下 那我要怎么把它变成两倍呢 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里面的东西可以先把它拿掉 这些可以先把它移除掉 两倍的话呢 怎么做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个比例 比例地方点一下 然后选取这个物件 选取物件之后的话 按Enter 特别注意要通通选取起来 这个地方先按比例 把这地方通通选取起来 Enter 然后呢 基准点我们点左下角这个地方 然后比例的话呢 就输入2就可以按Enter 你会发现这地方呢 就会放到两倍 两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多放一些 有没有就是等于是跟这边看到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就练习就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四个 通通把它移过来 那移过来的方式就是直接把它选取 直接选取 然后一样按编辑复制 再切换过来 切换 四窗的地方 再来就把它贴上 右键贴上 比较快一点 那贴上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地方 因为我们基准点在左下角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地方 把它直接贴上 点一下就可以 移一下 移一下适当的位置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四个贴上 那贴上之后 可是我要出图 出图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会有几个问题产生出图 那出图其实也是一样 这边有个出图 那第一个我们用这个 DOPDF 再来的话呢 一样选择A4的 不过你要做一些缩小动 再来一样的方式就是窗选 从这边选到这边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呢 来看预览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变成像这样 为什么